內建立什 elev reporters 那再來是三維條碼 這裡寫不像我就把它拉過來這裡 那所謂的三維條碼 顧名思義既然是三維 就是代表它是立體的 它立體的方式 是去呈現條碼 像這些例子就是屬於三維條碼 那你可能很好奇 為什麼要用三維的方式來呈現條碼 主要的應用的環節 什麼時候會用到這一類的三維的條碼 通常是這一個材質 要上這個條碼材質呢 不容易貼條碼 或是不容易直接印條碼印上去 典型的例子像什麼 塑膠 金屬 木材等 那很多都是在鑄造的過程去成形 形成的那一個三維的條碼 什麼是鑄造 鑄造就是融融的金屬液或是其他的 然後就是我們講金屬 金屬液倒入到空模子裡面去成形 硬化成形 冷卻硬化成形的過程就是鑄造 那是用鑄造的過程 因為模子上已經有條碼的刻痕 所以它就可以在鑄造過程當中 成品就呈現那個立體的條碼 那有這樣的立體條碼之後 它的好處是你印在上面的 或是貼也不用印 那如果原本用貼的用印的 很容易在過程上的模號 或是可能也許就會貼不牢 就掉了 所以這是這一類型的材質呢 可能會採用三維的條碼來做 好 這是它的外顯形式 所以我剛剛講的第一種是 在外顯上有哪一種類型 那在我們在談編碼的方式上 你們手邊都可能有條碼的商品 商品上都會有一些數字 有條碼之外下面會有一排數字 你就會很好奇說 為什麼上面會有這個排數字 這排數字有沒有它的意義 我怎麼插到這邊 你應該插這裡 沒事沒事 都已經插了 算了 以你們現在手邊可以看得到的 流通的商品來講 目前全球 目前全球 最通行的叫UPC碼 UPC碼是一個歐規 為什麼叫UPC Universal 全球是通用的Product Code UPC碼 那所謂的UPC碼的概念就是說 在全球流通的商品 它有唯一的代號 但是它是以總為單位 各種商品的唯一代碼 採用這種UPC碼的概念當中 歐規 就是European Article Numbering EAN這個規範 是最為通行的 那在EAN規範 又在細分為四種類 所謂EAN8 EAN14 EAN128 EAN128 都不太一樣 我們先講EAN13 因為EAN13是你們生活當中 最常看到的 你們看你們手邊的商品 你隨便拿一個 有條碼商品 你們看一下它的位數是幾位 應該都是13位為主 除非它的目的不是在做這個商品識別 而用的條碼 否則如果是這個單品的識別條碼 應該都是13嘛 是吧 是吧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它有哪幾個部位 這13嘛有沒有什麼意義 是有的 它可以分成四節 如果EAN13的話 它可以分成四節 第一節 第二節 是國家代號 第二節 六碼 叫廠商代號 後面三碼 是流水號 或是所謂的商品的編 商品編號 最後一碼 我們叫做減合碼 好 所以你知道你的商品的 東西的部位的組成 那個條碼的組成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你們可以再稍微看一下你的前三碼 如果是你那個商品本身是 日本製造商的話 應該都會49開頭 如果是台灣製造商的話 應該是471 所以你可能很多東西會是471 這三個碼開頭的 這裡有一個對照表 在呈現各國的前三碼那個代號 跟它國家關係 中華民國是471開頭 所以你的商品上 如果是471開頭 代表它的製造商是隸屬於台灣 那如果你的是49開頭的 日本 日本因為 大部分49當然也有別的啦 45開頭的 如果是45跟49開頭 451、452、450、459 都算是日本的 491、492、493、494 都是一樣都是日本的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那個製造 你的那個產品的製造商 所隸屬的國家 但不等於那個是它的製造地 只是說那一個註冊這個商品代號的廠商 所屬的國家 好 那下一個部分是廠商代號 廠商代號有6碼 這個廠商代號是要申請的 每個國家都有所謂的商品條碼測進會 在台灣也有 如果你的公司想要製作自己的條碼 你必須跟這個測進會去申請一個代號給你 就好像像你學生有學生的代號一樣 你如果是清華學生 你就會有一個你的代號 那這個廠商也要有自己的代號 那是要跟測進會去申請的 可是申請不是免費的 是要付費的 那才能夠取得這個代碼 你有了代碼之後 你才能夠編你的商品 你可以從00000編起 001002 也就是說你有將近1000個的符號 商品可以做 那你可能很好奇 如果我的商品有1000個以上怎麼辦 再申請一個商品廠商代號 就是這樣子做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那有了這前12碼之後 什麼是減合碼 減合碼是前12位做加減運算 加減乘數運算之後 所得的一個結果 那你就很好奇 那為什麼要這個碼 去把前面的做加減乘數運算 得到這一碼 它的目的是 顧名是要減合用的 因為條碼很長 那你可能在那邊唸 嘴巴唸唸唸唸然後邊打 比方說它條碼是12382266673 所以這樣子 你再唸 可是你有可能當作一位數打錯了 可能手滑掉了 也可能是沒記好 那這樣子呢 你的碼錯一個 減合碼算出來就不會對 因為這前面 當作一碼變掉的時候 這減合碼多不起來啊 這一碼跟前面加減運算 他就會發現這個條碼是錯的 才能夠提醒 輸入那個條碼的人 說這個是非合法的條碼 就好像身分證也一樣 有些時候你輸入一串身分證字號 你自己亂編的身分證號 他可能會說 這個不是合法的身分證號碼 可能就是他有一些減合的機制 就是來確認他的合理性 所以減合碼存在就是來確定 條碼本身的這個正確性 輸入的過程當中是不是正確 那他的加減乘數運算是什麼 你們不用記 但是這裡有一個參考資料可以讓你們去看 他就是把他什麼 第一個步驟就是把偶數位相加乘以3 然後第二個步驟是奇數位相加 然後這第一個步驟跟第三個步驟的結果相加 然後最後留下一位數 那一位數就是減合碼 所以呢這個是EAN13的編碼的內容的規則 剛剛這裡有講到 這個廠商代表是像 就要跟各個側進學會 就是推動學會去付費申請 那我說為什麼要先講這一個 他主要的原因是他的應用 他主要應用在一般的零售商品 所以我剛剛才說 為什麼你們的這個手邊拿到的東西 可能大部分都EAN13 那也是為什麼我先講EAN13的原因 哪裏 側進會 推動 側進就是推動的意思 在台灣叫商品條碼側進會 側動推進這樣的協會 這是他的完整名字 台灣的有一個單位叫做商品條碼側進會 那你可能不懂什麼叫側進 側進就是推動的意思 下一個我們要講的是EAN8 那EAN8它總共顧名次義 它有8碼 那這8碼的部位是什麼 3341 X1 這個是國家代號 這個是流水號 也就是所謂的商品的編號 最後一個一樣是減合碼 減合碼一樣是前面的7位數 去做了一些加減乘除運算之後的結果 那你可不覺得很奇怪 好像大部分都一樣 唯一的是位數不同 而且它因為少了五位 所以呢它就沒有了廠商的代號 那你就很好奇 那為什麼要有EAN8 EAN8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因為它的位數少 所以它適合貼在面積比較小的零售商品上 因為那個小面積的零售商品上 不能夠印太長的條碼 好 那我們來看例子 這個就是 這可能是 這是13 對不起 這是不同的國家代號 這是EAN8 你看像一些巧克力啊 都比較小包裝的 它可能上面只有8碼的條碼 而沒有EAN13 那為什麼是8碼 因為其實3碼是國家代號 就是剛剛講的471 這是台灣製造商所製造的 然後後面4碼是流水號 也就是商品的代號 然後最後一碼是減合碼 這是第二種編碼的方式 接下來我們要講第三種 那EAN14也一樣 顧名思義是14碼 那它的部位又多了一個 它相當於EAN13前面多了一位 所以它才會14位 這一位呢 我們叫做配銷識別碼 什麼叫做配銷識別碼 這樣講很抽象 它其實就是代表 它包裝的形式 不同的包裝形式 因為產品在流通的過程 它除了單品之外 它有可能6個混在一起 那是飲料的話 有可能1開罐 就有可能6個為1手 12個為1打 24個為1箱 它就有不同的包裝的形式 如 這只是例子 並沒有說過一定都是這樣子 0可能 可能1代表6個 可能這是1手 那2可能代表12個 叫1打 那3可能就代表24個 可能是1箱 你就可以定義不同的開頭字 開頭的代號 來代表它不同的包裝形式 這就是EAN14 那EAN14通常外面有一個黑色的框框 那它前面只是在傳統的EAN13碼 前面加了一碼 來代表它的包裝的形式 那既然是這樣 它的應用 它通常呈現在非零售包裝 我們剛剛提到了零售包裝 如果面積稍微大一點 它就會用EAN13 面積小一點就EAN8 如果是非零售包裝 就會用到EAN14 那所謂非零售包裝 就是它可能是在運送 倉儲過程是比較大 大量的在運輸的過程 所使用的那個代號 好 舉例來講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個 這是一個一箱的漱口水 它裡面呢 它的外包裝上就秀了這個條碼 這條碼總共是14碼 是EAN14 那第一碼代表的是它的包裝的形式 也許零就代表了這種包裝形式 也許是24罐或是12罐這樣子 那你看到同樣是飲料 或是瓶裝的東西 可是像多喝水這種 它卻不是用EAN14 來做外包裝的識別 而是用另外一個EAN13來代表 好 我們下次再講這個概念 我們先講到這裡 到EAN14 我們再講 있게 還有一箱的聲音 到個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